娱乐八卦一语道破 大家好 小鱼今天又来和大家唠嗑了 以往的电视剧最常见的就是傻白甜人设女主 可是这种人设非常不好演 演不好很容易招人厌 像是林允欧阳娜娜就因为演傻白甜 导致演技被吐槽到现在 但也有一些女星特别适合傻白甜人设 像是迪丽热八在三生三世系列演的白凤九 还有赵丽颖在花千古演的小谷 杨子也是傻白甜人设的经典代表女星 以下是网友热议电视剧最讨喜傻白甜人设 谭松韵原惊下甜而不傻 迪丽热八白凤九最经典 Top10 于书欣饰演月光变奏曲初礼 初礼是个古灵精怪机智可爱的菜鸟编辑 油嘴滑舌属性也是个小作精 看似乐观开朗 不经世事 实际上成熟稳重 面对不上道的主管 他总能机智躲过暗箭 不是那种需要男主角英雄救美的爱哭女主 角色设定实在是太讨喜了 初礼的小作精模样实在太可爱了 感觉于书欣就是在演他本人呀 不得不说于书欣的演技蛮好的 再加上他的超强观众 言语讨喜的角色设定 让这位女主角成为大家心目中的爱 Top9 吴倩饰演泽天记白洛恒 吴倩在泽天记演的洛洛超级可爱 人气远胜剧中的女主角古丽娜渣 白洛恒开朗乐观 善良大方 专长是撒娇卖萌抱大腿 他任陈长生当师傅 却不知不觉爱上师傅 一直用笑容隐藏 默默在身边守护 让人很心疼 吴倩是网友公认 非常适合演傻白甜的女星 她的外形和气质都很暖甜少女 所以演傻白甜特别自然 另外在青春剧 我只喜欢你一样天真自然不做作 真的很可爱 有些女星演傻白甜只是傻而没有甜 就容易惹人厌 而吴倩天生长了一张甜甜的脸 所以诠释起来就很讨喜 Top 8 赵丽颖饰演花千谷花千谷 赵丽颖早期就是以傻白甜人设闯出名号的 珊珊来了 薛珊珊就是经典代表 而在古装仙侠剧 花千谷演的小谷也让人印象深刻 天真烂漫 活泼可爱 配上赵丽颖圆的脸蛋 和傻白甜的角色设定不谋而合 让人意外的是后期黑化的花千谷 从纯真的女孩蜕变成美艳霸气的女魔头 角色形象差异很大 不得不佩服赵丽颖的角色塑造功力 感觉任何人设她都能驾驭 她演的花千谷不是纯粹的傻白甜 敢爱敢恨 坚韧勇敢 如果只是傻就会显得做作 是观众心目中的经典傻白甜人社代表 Top7 杨子饰演香蜜沉沉静如霜紧密 杨子也是公认最适合傻白甜人社的女演员 香蜜沉沉静如霜紧密前妻 是个被续奉把着玩的呆萌女孩 不懂情爱 不知男女界线 总是做出一些脱轨的事情 傻气中又带点古灵精怪 鬼点子特别多 超级可爱 紧密后面渐渐蜕变成稳重聪慧的上神 追旭凤追到魔戒 看到她伤心落泪 小编都忍不住哭了 杨子一样把紧密的转变演得很动人 越看越爱 Top6 赵露丝饰演长歌行李乐嫣 赵露丝在长歌行演的李乐嫣也是傻得可爱 小哭包的软萌人设圈粉无数 剧中不只和男配刘雨宁擦出超强火花 竟然和女主角迪丽热巴也有CP感 迪丽热巴赵露丝CP名 还成为微博热门话题 萨姐和甜妹的姐妹CP超好客 还有一点点百合恋的感觉 赵露丝把李乐嫣演得像只小白兔 看似柔弱 实则坚韧 角色设定很讨喜 被赵露丝演得更讨喜 赵露丝的哭戏感染力很强 让剧迷都陷入小白兔乐烟公主和大野狼杀手浩都的爱情里 这对付CP超级好客 Top5 袁冰岩饰演流利玄机 袁冰岩把流利储玄机演得非常好 这个女主设定其实蛮难演的 没演好就会变成讨人厌的傻白甜 还好袁冰岩把玄机的懵懂无心 表现得恰到好处 撩汉技术百分百 每次都把男主撩得惊慌失措 很可爱 储玄机本身的角色设定就讨喜 一面是霸气女战神 一面是傻萌撩汉小天才 反差的形象让剧迷越追越喜欢 也因此成为袁冰岩的代表角色 Top4 彭小冉饰演东宫小枫 大家也超爱东宫小枫 小枫真的是傻到极致那种 原本是无忧无虑的西州九公主 没想到却被喜欢的男人欺骗利用 杀他全家灭他全族 后来绝望跳下望穿忘记一切 却又再一次爱上同一个渣男 成为灭族仇人的太子妃 一般这种太傻的角色设定 很容易被观众骂无脑 可是彭小冉把小枫演的天真烂漫 潇洒可爱 虽然不断被利用 被欺骗 不像其他女主有谋略的脑袋 可是就是让人心疼 让人喜欢 悲剧结局让剧迷一难评 Top 3 苏晓彤饰演玉刺小舞座楚楚 玉刺小舞座楚楚也榜上有名 楚楚这位女主角的角色设定真的很讨喜 她心思细腻善于观察 性格温柔软萌 有着超正三观 头脑清醒 明辨是非 是2021最受欢迎的女主之一 苏晓彤甜美的长相是许多甜蟲网剧的傻白甜女主脸 可是她塑造出来的角色甜而不傻 天真的外表 聪明的脑袋 让观众更加喜欢 Top 2 谭松韻饰演锦衣之下原惊下 锦衣之下原惊下也让剧迷超爱 惊下虽然看着也是单纯傻气 不过在面对事业的时候也超霸气 探案抓犯人永远跑第一 头脑灵活 性格呆萌 时不时就被路易套路 在路易面前总是描怂 惊下只有在陆大人面前傻 其他时间都智商在线 谭松韵是少数言傻白甜不会惹人厌的女星 像是原惊下 虽然蠢萌可爱 但不会有角柔造作的感觉 代入感很强 感觉谭松韵就是惊下本人 Top 1 迪丽热巴饰演三生三世枕上书白凤九 最经典的依然是三生三世系列白凤九啦 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女配到三生三世枕上书的女主 白凤九是少数傻白甜设定 却不讨人厌的女主角 近年比较流行霸气大女主 但凤九却走出自己的路 单纯不做作 呆萌不愚蠢 该聪明的时候还是很聪明 角色设定讨喜 主要是迪丽热巴演得好 迪丽热巴真的很奇妙 她的外形偏美艳形 可是演傻白甜人设 却很适合 感觉应该是迪丽热巴本身的性格很甜 所以全世的角色就能从骨子里散发出甜甜的气质 早在克拉恋人大家就见识到热巴傻白甜的魅力 傻里傻气又傲娇任性 可是就是让人无法对她生气 由此可见观众们喜爱的傻白甜角色是可爱天真 但又独立有智商的 有些傻白甜属实是很本很蠢 隔着屏幕想打人的那种 那么你最喜欢的傻白甜人设是哪个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吧